凡乌托邦影集《末日列车》开播了第二季 我们在做电视频很难 永远很难 因为这群人都很幸运 我很幸运 所以我真的很爱在他们身边 戴维德·迪格斯的角色 自第一季以来 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的第一次旅程的旅程 是一种把他的 理性的方向 经常挑战 新的资讯 在这个车路上的世界上 你对他说了很多 我花了一年 把手洗掉了 现在他就是这个车路上的主席 而他立即被判断了 所以很多的预计 他可能会很难保持 他必须在那里 你告诉老师 而剧中末日列车的建造者 威尔福德先生 则是由权力的游戏的 隐形西恩兵所饰演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